这天终于还是来了 继续我们要来聚焦的是美股 美股走了11年的多头 在昨天美股暴跌了1464点 正式宣告跌入了熊市 而随即今天早上 我们看到川普也有多项的 重大谈话利多政策相继出台 今天明乐要来告诉我们 这样的一个美股跌入熊市的 一个现实景况 川普的利多政策救得了吗 好真的不过短短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美股完全是 风云变色猪羊变色 因为上个月美股道琼指数 还将近冲上快要有 三万点两万九千点的历史新高 那为什么在今天凌晨 所有的美国金融媒体 都正式的敲了警钟说 美股走了长达11年的牛市 正式的宣告结束 要步入到熊市呢 就是因为这一波 从二月份的高档 一路的往下修正 足足已经跌掉超过百分之二十了 那修正了百分之二十 就等于是从2009年走到现在 美股的大多头 等于是宣告结束 接下来可能就要开始翻空了吗 尤其是这让川普非常的焦虑 因为川普一直对于美国股市 对于美国金融市场的风吹草动 他非常的敏感 他把美股的大涨 视为他任那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绩 结果没有想到呢碰到这个新冠肺炎来搅局 导致川普任内美国股市现在上涨的幅度 已经被吐掉了一半回去了 川普有多焦虑你知道吗 俊央哥他昨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美股在交易的时候 川普他一直盯着美股的盘面 而且他几乎每个小时就发一则推特 昨天整个晚上推特狂发猛发 而且他的推特呢一直在说 我们美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 我们有最厉害的医师 最厉害的医护人员 我们还有顶尖的科学家 所以美国会持续的伟大 而且我们会研发出疫苗 我们还要拯救全世界 川普一直被形容是川普投雇 话嘴也跟当 最准的就是他 一个小时一份推特 一封推特 有得走吗 你看他发推特发的悦情 反倒让市场觉得他心里真的怕了 他慌了 因为从疫情爆发以来 他就不断的告诉大家 你们想一想 美国一年因为感冒死掉的人有多少 就有三万七千多人 为什么我们要担心一个小小的新冠肺炎 死亡率又不高 他不断的这样安抚美国民众 可是现在他的嘴炮的防疫 已经完全宣告破功 连他骄傲的股市政绩 也完全破功了 他现在担心的就是 如果美股持续的跌跌不休 引发了金融风暴 会让他年底要竞选连任 连这个连任恐怕都保不住 所以在美股收盘以后 美国已经进入到晚上九点十点了 川普不敢睡觉 他赶快出来开了记者会 就在今天台股的盘中 宣布了好几项的救世跟防疫的措施 包含了这几乎是史无前例的 要限制欧洲入境美国为期一个月的时间 另外要给美国中小企业贷款50亿美金 要钱我给你钱 缴不出税对不对 我推出一个20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 而且个人的薪资所得税 我也要呼吁国会赶快来给大家 连税金都不用缴 看起来很有气势 我真的要救世了 措施端出来了 结果美股电子盘 在他开完记者会之后 又继续的往下崩跌 又跌到了4% 而且今天纳斯达克电子盘 还又触动了熔断机制 也就是跌到不得不暂时停止交易15分钟 让大家来冷静一下 所以他今天宣布的这个救世措施 反倒让市场是更加的恐慌了 就有一个他现在住在 美国加州的一个台湾人 他最近有就在他的脸书上分享 他在美国看到 这一波防疫完全是荒腔走板 措施时机 我们不是都指责 很多人都指责 是中国大陆隐匿疫情 才会造成这个疫情扩散到全球 但是其实美国他不是隐匿 他是完全看不见 我直接忽视疫情 因为1月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这个新冠肺炎 就已经开始爆发了 武汉就封城了 那个时候乍看之下 美国的动作很快 因为美国第一时间 他就撤侨了 把武汉滞留的美国人 撤回到美国去 而且他在2月2号的时候 他就宣布了禁航中国大陆的航班了 就已经禁止中国大陆的人 随便就入境到美国 动作好像很快 可是这个民众说 这完全不是他们真的要防疫 而是他们要展现他们强国的国力 只是一种强国的傲慢 因为在这个措施的背后 其实他说他有很多的朋友 这段时间从中国大陆 进入到美国的时候 完全没有任何的检疫措施 因为朋友是美国的身份 所以他还是可以入境到美国 我明明就有中国大陆的旅游室 我从大陆来的 结果到了旧金山机场 竟然连量体温都没有 你这样的防疫不是做半套吗 这等于根本就是 无视这个病毒的威胁 直接可能就把病毒带进来了 所以这仿佛就像是电影 明天过后演的一样 冰封爆从美国开始 向全球四散蔓延 全境扩散 今天台股也被冰封了 重跌了470点 我们来看看科技的护国神山 台积电 台积电现在有两大风暴 要去闯 闯得过吗 看起来真的会非常的辛苦 而且艰难 因为台股跟美股 有非常密切的联动 而且美国台积电 ADR又有挂牌 昨天台积电ADR 也受到了道琼大跌千点的拖累 也是呈现重挫 我们看到这个满江红 这不是上涨 因为台湾的上涨是红色 但是美国是下跌的是红色 看到昨天美国的这个科技板块 不管是Google 脸书 亚马逊 微软 还有包含了苹果 全部都是红彤彤 全部都大跌3%到5%之多 标普所有的板块 昨天全部都是一片的血洗 工业股领跌5.9% 金融股 能源股 全部都跌了5%以上 这里面大家最关心的 当然就是苹果 因为苹果会影响到台湾很多的苹果供应链的营收 还有股价的表现 那台积电在今天台股盘中 就已经直接跌破了300块钱的整数关卡了 今天台股也因为台积电的大跌 台股在收盘的时候 也跌掉了470点左右 那台积电为什么这么指标 这么关键呢 君强哥 我们昨天才谈到 很多投资人都在等台积电的一个价位 就是300块钱 有人觉得300块钱 是不是可以逢低进场了呢 可是我要说 大家可能要先停看听一下 因为台积电现在面临到两大风暴 它必须要来处理 必须要来解决 第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 今天传出苹果的无线蓝牙耳机AirPods AirPods传出可能要对供应链砍订单 去年苹果推出了AirPods Pro的版本 这个Pro版本推出来之后 市场上是一货难求 完全是买不到这个耳机 它也没有办法预购 那不是很奇怪吗 过年前期货可居 我有钱都还要排队 买不到 你居然反而去砍台积电的单 你应该要下更多单 照理来讲是这样没错吧 但是一个新冠肺炎 是不是导致这些 原本想要买苹果这个最夯的 无线蓝牙耳机商品的人 现在全部都缩手 全部都不买了呢 苹果说他们很担心 这个疫情扩散开来 会间接的影响到销售量 另外一方面 它也担心有一些供应链 没有办法给它完整的原料 所以就传出可能要砍单 25% 那大家知道吗 这个无线蓝牙耳机小小的 里面其实装了很多颗的晶片 那这个晶片是谁做的呢 就是台积电做代工 16奈米来生产的晶片 那台积电现在传出好 它如果真的要砍单25%的话 台积电原本来自于 这个无线蓝牙耳机 1.2亿颗的晶片 可能就会减少 只剩下9千万颗喔 好 看起来呢 这AirPods可能不是台积电 主力的代工的晶片 但是这有没有可能会形成 苹果砍单的骨牌效应 这是大家相当担心的 所以今天台积电的股价呢 就硬生下跌 收盘呢 只剩下294块钱的一个价位 好 另外一个台积电要面临到的风暴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谣言了 到底是谣言 还是这背后可能有一些 大家不知道的事情正在发生呢 昨天下午的时候呢 台积电突然发了一个重大的声明 曾经搞 台积电说什么呢 因为呢 市场传出这个台湾的第47例的新冠肺炎的病例 是台积电的协力厂商的员工 好 47例是谁呢 帮大家回顾一下 就是之前呢 这个我们的官方说到 47例是一个南部的三十几岁的男性 他为什么会得新冠肺炎 因为他去荷兰出差 从荷兰出差回到台湾之后 就发病就确诊了 那就开始有谣言说 这个人呢 是这个协力厂商的员工 所以台积电很怕 可能会影响到股价 可能会影响到客户 所以赶快发了一个成型稿说 没有确诊厂商进入 但是这个消息今天 其实还是有冲击到相关的股价表现 表示呢 这个谣言不管是真是假 已经在半导体产业链开始扩散开来了 南道台湾的科学园区 因为已经讲的是南部三十几岁的男性 这地方有非常多指标性的半导体大厂 还有相关的供应链都在这边 如果这个地方真的有人确诊 那是不是有很多人都陷入到染疫的风险当中 或者是可能正在被隔离呢 好 这件事情呢 就是非常严峻要来看待他 这个护国神山可不能崩 因为他的地位太太重要了 但今天看起来不给力 另外一个台股呢 不给力的人是谁呢 我们来看看这三个字叫做禁空令 我们经营管会主委顾立雄 他提到了禁空令 他发表了相关的谈话 我们知道本来是要阻谍 后来变成阻谍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昨天上半场的时候 台股还是小涨的 结果呢 到了接近收盘时间 突然啪 兵败如山倒往下跌 到收盘呢 变成是跌了一百多点 那这段时间为什么突然下杀 就有人把这个问题 认为是经管会主委顾立雄 因为昨天他立法院的时候 被这个曾明宗立委问到了 现在金融市场这么动荡 那我们的主管机关 有没有备妥什么样的救世方案呢 要不要禁止放空呢 好 顾立雄就给他一个答案说 不要担心 禁空令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必要的时候 子弹上航之后呢 马上这个扳机射出去 我们就可以来守护台股 阻止这个空军的持续放空 结果没有想到 中午顾立雄这个话一讲 大家马上就去回想 过去几次的禁空令 刚五好吗 好像效果不大耶 过去台股只实施过 三次的禁空令 那每一次的时间背景 还有它的效果 都是不尽相同的 为什么说呢 过去的禁空令 效果不是很好呢 其实只有一次 是救世成功的 2015年 当时呢 是因为路股崩盘 还有美国联准会 进入到这个 到底要不要开始 升息的这个讨论时间 因为升息哦 资金就会收回去 大家就怕 哇 市场上的宽松资金 就没有了 所以呢 当时呢 刚好就是前金管会主委 曾明宗 他实施了这个禁空令 可是呢 这一次就比较不一样 这一次呢 他实施禁空令的时间 8月24号 是一个礼拜一 结果呢 他这个禁令宣布出来之后 礼拜一那一天 台股盘中呢 直接跌了500点左右 最重跌了7%多 到了收盘跌幅稍微收敛 大概跌了4%多 不过这一次呢 就从当天开始落底 之后呢 就开始往上反弹 大概反弹了 两成左右 这一次呢 为什么不一样呢 大家为什么没有信心 因为这一次呢 为什么在宣布禁空令之后 开始往上回升 因为在当初 曾明宗宣布这个禁空令之前 台股已经足足跌了 4个多月的时间了 位阶已经达到很低了 那你这个禁空令出来 刚好就顺着开始往上反弹 但这一次不一样啊 俊相哥 这一次台股是在哪里的位置 我们是在一万一千点 一万两千点 其实我们才跌了 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后面是不是还有很多空间 可以来补跌呢 尤其是我刚刚讲到 这个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这个政府的护盘政策 真的是越近市场越空 从9800点 因为发生了金融海啸 一路的往下崩跌 政府说平盘以下 禁止放空 继续再跌了一大段 政府再拿出新的工具 台湾50中型100可以空 继续往下跌 最后呢 真的刹车刹不住了 我告诉你 通通都不许空 结果我通通都不许空之后 又一路的跌破了4000点 所以为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净空令的消息 放出来之后 市场上会担心 我未来想要放空 我空不到了 我现在呢 能卖的我就赶快卖 能空的就赶快空 反倒是加重了 今天市场的恐慌心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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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